哈喽大家好 我是云飞 今年我们又来到了CES消费电子展的现场 直击各家的PC新品 不得不说 这2025年这一届CES真的是干货满满 那我们今天就先从AMD开始讲起 AMD在本届CES上发布的新品是相当之多 最受关注的还是莫过于笔记本的Strix Halo 超级APU 一直以来PC领域的SoC往往是用一个比较强的CPU 搭配一个可用的核显 PC芯片几乎没有像苹果的M4 Pro、M4 Max那样的超级全能SoC 就是很强的CPU搭配很强的GPU坐进同一个芯片里面 而先前唯一的例外是i7 8809G 这是一个英特尔CPU配AMD核显的奇怪芯片 想法挺有意思的 但是最后做出来并不是很成功 而这一次AMD就决定自己来做一个巨无霸SoC 用上A加的高端CPU和GPU 这就有了今天的Ryzen AI Max系列 最高端的AI Max Plus 395 拥有16个Zen 5大核分置于两个CCD上总共80Mbps的缓存 GPU是8060S、Ryzen AI 3.5架构的核显 40CU的规格 作为对比 之前最强的HX370也不过是用了四大核八小核的CPU配16CU的GPU 这个规格差距之大就可见一半了 这次的AI Max算是真正的全能高端SoC了 除了395外 AMD也提供了390、385和380三款可选 砍了CPU、缓存和GPU Strix Halo比较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有海量的显存可以用 毕竟是SoC的内存及显存嘛 最高是可以配备128G的LPD AR5X的统一内存 大概256G每秒的内存带宽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分配最大96G的显存 显存这个东西对于端侧AI应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96G显存就意味着有一些超大参数的模型 也可以跑在PC本地了 你要知道NV的消费级独显 现在也就最多32G显存 感觉Strix Halo光靠显存这一项 就可以像Apple Silicon那样延伸出很多独有的AI场景了 AMD在现场也展示了一些搭载Strix Halo的机型 其中最亮眼的还是ROG的幻差 新一代的幻差舍弃了IU加N卡的方案 换用了最高AMX Plus 395的APU 现场是不允许跑分 但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它的Time Spy大概是能跑到1万分的水平 接近满血的4060 从AMD给到的PPT来讲 这颗核显也差不多是Luna Lake两倍以上的性能 然后现场倒是有一些游戏试玩的demo 我们试了一下地平线零之曙光的重置版 在1920×1200高画质不开FSR的情况下 游戏大概可以跑到40帧左右 开了性能档的FSR可以跑到60-70帧吧 大家也可以和自己的显卡对比一下有个参考 有一说一这个性能在独显里谈不上特别强 但是和以往的核显比起来 当然已经是飞跃级的了 这一代的换差还增大了电池容量 配合APU的能效 据ROG的同学说 续航比起前代来说是改进了挺多的 既然用上了Strix Halo 就不得不评一下它的特色就是AI了 Strix Halo凭借超大的显存 甚至可以跑得了70帧参数的大模型 ROG在幻差上给我们演示了一个基于本地大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跑的时候可以轻松吃掉48G的显存 还有一个更狠的是这个惠普ZBook的演示 它就搭载了128G的内存 跑着LMStudio的demo用着LAMA 3.3的模型 总共是吃掉了80G以上的显存 这种场景可谓是给这个芯片量身设计的了 惠普还把Strix Halo用在他们Z2 mini的工作站里 以往必须搭载独显的高性能工作站 现在也可以有单SoC的核显版本了 也是有点Mac Studio那个意思了 除了Strix Halo之外 AMD这次也在CES上正式发布了台式机的旗舰CPU9950X3D 两颗CCD总共16个Z5大核 在其中的一个CCD上配备了3DV Cache 总共144MB的缓存 还有一个次旗舰12核的9900X3D 同样也配备了140MB的缓存 算是生产力和游戏全都要的范例了 官方和英特尔285K的对比也是毫无悬念 游戏和生产力都是更强 我唯一的期许就是驱动调度做得更好一点 如果能把进程分配到正确的CCD上 这毫无疑问会是现在最强大的消费机CPU 而这样一个顶级台式机CPU 这次居然又直接被AMD搬上了笔记本 推出了9955HX3D 同样的双CCD16核 同样的144MB的大缓存 这个规格放在笔记本上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考虑到X3D并不是功耗很高的CPU 我还蛮期待笔记本的9955HX3D会有什么表现的 今年一季度就能见到了 同时基于常规桌面ZM5的9955HX和9850HX也会一起推出的 除此之外AMD这次也拿出了专门为掌机设计的Z2系列芯片 和上一代ZE Xtreme不同的是 这次Z2 Xtreme并不是HX370的马甲 它是一颗不太一样的芯片 Z2 Xtreme用了三颗Z5大盒 加五颗Z5C小盒 相比HX370精简了很多 这可以缓解掌机上CPU和GPU互抢功耗的情况 GPU部分依然保留了16CU的RDNA 3.5核弦 Z2 Xtreme是没有搭载NPU的 毕竟掌机大概也不太需要NPU了 应该说这颗芯片是为掌机场景做了很多特化的考虑 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套马甲了 而低端一点的Z2则依然是ZE Xtreme的马甲 采用8核Z4搭配12CU的RDNA 3核弦 还有一个最低端的Z2 GO 用着4核八线程的Z3 CPU和12CU的RDNA 2核弦 听起来是挺寒酸挺过时的 但是从Steam Deck的表现来看 在低功耗下未必会比它的大哥差多少 Z2E和Z2 GO目前在现场并没有展示的机器 只有马甲的Z2有一个联想掌机的展示 不过AMD现在最赚钱的最被看好的呢 还是它的数据中心和AI的业务 这次他们也是把MI300A 这个全世界最强的超算APU给带来了 还展示了基于MI300A的HPE Cray服务器 两组总共8颗MI300A 这个服务器就被用在现在最顶尖的L-Captain超算里 包括现场还有展示AMD最强的MI325X的计算卡 和它配套的散热器 最后今年AMD也会推出新的RX9060和9070系列的显卡 基于RDNA4架构 不过这新显卡在现场只有一些实物展示 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和体验 还是等到正式上市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应该说这次CES上的AMD发布的新品还是蛮多的 而且不罚一些不寻常或者登峰造极的产品 像Strix Halo的APU还有9955HX3D这种特立独行的高端产品 先不说它的实际表现怎么样吧 至少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也是AMD证明自己技术实力的一个试验田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AMD新品的现场报道了 后续几天我们还会聊一聊其他几家新品 就敬请期待吧 JRG视频有用的话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点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客观的频道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